线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军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道我和家人都超爱的经典面食 广府生面 我的这道面食与经典的会有少许不同 我把虾壳包香,再熬煮成高汤来做这道广府生面 有了这虾高汤的加持,让这道面食的味道更提升了一个层次 特别特别的美味 你们也来试试做吧 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备料去 甜豆洗净去掉老筋,斜刀一开二 红萝卜同样清洗干净,切片再切丝 圆萝卜白切片,等的部位再切细一些 鸡腿去骨,去掉多余的皮汁,再切小块 来给鸡肉腌制一下 三分之一茶匙盐,三分之一茶匙糖,一茶匙玉米粉,抓拌均匀 接着我们来处理虾 虾 虾指去可洗净,剥开背部剔肠 食谱的配方请大家自行屏幕截图 文字食谱在资讯栏当中,需要的朋友们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 同样的,我们也给虾指腌制一下 半茶匙盐,半茶匙糖,半汤匙玉米淀粉,一样抓拌均匀 烧热由下虾壳,大火炒至虾壳变色后,转中火继续翻炒 炒到这种状态,油全被吸收,虾壳也干燥,和带有些许焦色 就可以下清水 清水要盖过虾壳多一点,然后转中小火熬煮半个小时 这些是今天需要用到的全部食材 再烧热油,油温六层左右,下面条炸 炸到面条成金黄金黄色就可以出锅 炸面条的油温不能过低,否则面条不会发 油也不能过多,因为油蘸锅的面积有多大 炸出来的面饼就有多大块 面条一下锅是刚好发到油的边缘 但油也不能过少,面条会炸的不均匀 这里一定要小心把控好 如果你是新手,建议你多买一两粒面做后备 万一炸焦了,可以补上 这时的虾膏汤也熬煮好了 取出全部虾壳 下半茶匙胡椒粉 一汤匙白糖 一汤匙生抽 一汤匙蚝油 一汤匙鱼筋粉 半茶匙盐 先下红萝卜丝 再下圆消摆,稍微拌一拌 这两种蔬菜需要一点时间来焖煮 可以先下锅 接下来放入鸡丁块 今天的鸡肉切的较小块 因此不需要煮过久 大概是一至两分钟就可以 然后下甜豆继续翻拌 最后下虾子 同样再继续翻拌 接着下一汤匙左右的葱蒜油 千万别小瞧了这一汤匙的葱蒜油 加的它整过料理的味道提升了不少 更棒更香 你也可以选用猪油或麻油代替 是个人的口味而定 随后下适量的水淀粉勾芡 调到自己想要的浓稠状态就可以 最后一分钟转中小火下蛋液来增加它的鲜甜度 然后给它再拌一拌就可以细火 小火可以让蛋液更湿滑 说真的这是一道超水准的广斧生面 它的特别之处在于虾壳熬煮的汤头 影片已到最后 朋友们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点赞和分享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